三温暖店前一阵骚动 一群人冲出马路外 还有人站不稳就摔倒在地 似乎还有人想要帮忙搀扶 而这起混乱 其实是起枪棋案 枪手开完枪后 也把路人全吓坏 封锁线从店内拉到店外 甚至连人行道也被围了起来 警方跟见识人员全在现场忙进忙出 这是位在台北大同区的三温暖店 10号下午发生枪棘案 地面上还留有弹壳 全被警方一一标示拍照彩阵 枪声大座警方火速赶到现场 进一步发现伤者有两人 而其中一人还是威震集团的董事长吴明达 他手部遭子弹击中 而他的司机则是腿部重弹 持枪朝在现场朝两名男子射击 分别手脚受伤 那之后枪手自行搭机车到大同分局 临下派出所投案 相关的一个犯案动机 跟这个犯案的一个状况 我们正在厘清当中 吴明达是在地相当知名的角头 被人开枪后 汉司机被救禁送往台北马街医院急救 目前暂时没有生命危险 不过到底案件怎么发生 根据了解嫌犯是名彭新男子平时在长安西路经营咖啡厅 疑似因不满吴明达等人抢索保护费才会持枪埋伏 朝吴明达等人狂开三到四枪 不过枪手在犯案完后并没有躲避 反而还躲到大同分局的宁夏派出所投案 因此也让警方怀疑动机不单纯 将要进一步调查厘清 东森新闻综合报道 意外碰到的 纯粹是意外碰到的 威政集团董事长吴明达遭人开枪 回顾吴明达混击江湖过程 出生于台北市大同区被称作南新街角头 年轻时只是大同区小角头 但1999年吴明达在台北市农安街 枪杀北联邦帮主唐重生 吴明达从此在江湖上一战成名 被以杀人罪判无期徒刑 坐牢18年后假释出狱 吴明达出狱后成立威政集团 专做土地开发 营造正派企业形象 但私底下却涉及多起刑案 2022年吴明达与理性建商 爆发千万财务纠纷 当时蒙甲青山公主委 万华角头黄清源也有介入 但吴明达不买账 认为黄清源多管闲事 后续黄清源公司遭人扫射 而吴明达花了500万 要两名小弟枪杀黄清源 没想到杀手林郑倒戈 但吴明达不甘心 再次雇用枪手 差点引爆黑道战火 不止如此 吴明达也涉嫌透过地下汇队 将经营网络博弈的 2265万赃款 汇到中国大陆遭到起诉 最终台北地院一预备杀人 土地群众赌博 判处吴明达一年八个月 有期徒刑 就算吴明达多次被逮 但都假释出狱 即使吴明达努力想洗白 强调自己近年都在做公益 但这回地方角头遭人开枪 是江湖恩怨来寻仇 还是另有原因 检调也要持续追查 东森新闻综合报导 我们先送医院 等一下 坐坐坐 你坐着就好了 你不要乱动了 鑽石大楼内 男子头部腿部受伤 没办法走 先生你不要起来 你不要起来 你这样子会出血 他一脸慌张 还想关心朋友 因为只是来亲个房间 却在走廊上演大混战 一查又是应招产业 争地盘 两个上第一台 后面两个 今年十月警方刚扫荡 鑽石大楼应招站 累回五十五人 当中主嫌 华西街帮角头 错号阿族的陈明杰 被查出一手掌握 这事业版图 受伤男子自称 这次是他带着朋友 到五楼打扫房间 被陈明杰看到 问他来这里干嘛 是不是想插旗 双方因此爆发 激烈冲突 警方一开始货报 有男子受伤 而且地点就在 钻石大楼前 他自称遭到囚禁 不过事后一查 案情不单纯 男子指控陈明杰 当天带着小弟恫吓 导致他的腿部穿刺伤 伤势严重 不过警方到场后 却双双互不及告 反而是脸书上 陈明杰开战 呛的是大同区角头 威震集团董事长吴明达 他认为这回来亲房间的男子 是吴明达的小弟 放话万华区 不是你们大同区 不要一直越线撒野 不过威震集团否认 和冲突事件有关 过去陈明杰 也曾为了巩固地盘 和另一个地方势力互杠 黄色版图冲突一波波 东三新闻 尤雅新红失情 台北报道 好 另外还有台北市钻石大楼 先前警方才大力扫荡了硬招站 不过角头陈明杰又惹事 他杠上了威震集团董事长吴明达 怀疑对方派小弟要来插旗 情色产业 联系给记者红失情 失情 好 主观众马上带一关心 这个月23号在钻石大楼里头 是发生了一起激烈冲突 警方当时候货报到场 是有一名男子急需送医 而且他还自称遭到囚禁 来看一段当时画面 你这样子会出血啊 好 那么这名男子自称 当时候他只是和朋友 进到钻石大楼里头来打扫房间 不过后续就被路过的陈明杰 也就是地方角头阿祖 来出言挑衅 他认为对方插旗事业 因此双方是爆发了激烈的 口角冲突之后 演变成肢体冲突 不过后续警方深入追查之后 发现案情并不单纯 因为陈明杰过去曾经在脸书上头发文 原来他指引威震集团的董事长 吴明达想要来插旗事业 而当时候他看到这名打扫的人员 就认为是吴明达的小弟 不过对此威震集团否认之外 对于是否究竟有没有囚禁 这一事警方还要持续追查 因为到场时双方互不提告 那么以上就是现场掌握到的最新状况 好 再来看财政部统计至今为止 还有12张的千万特别奖的发票 是还没有领的 其中7到8月未对领的千万发票 还有8张 即将在明年1月5号到期了 那么官员也指出了 7、8月份统一发票的千万特别奖 最低消费金额是新竹 阳明交大统一超商 开出的这个消费金额是 26元买饮料的发票 所以赶快呼吁大家 要快过期了 记得要来领奖 挡住 挡住 后退 上车 好 看到目标警方冲向前 坐在车里的红色上衣男子 无所畏惧 跨出乡行车 被压到墙边时 双手一摊 他就是这次警方行动的目标 以前南新街角头吴明达 出狱后成立了威震集团 专做土地开发 来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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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子 花子 来 花子 今年4月台北市万华一家 土地开发公司 因为债务纠纷 被人连开七枪 公司老板还是青山攻了主委 枪手事后咬出 就是吴明达花钱买凶枪 威震集团还涉及 双北的多起枪极案 警方将整个集团成员 连根拔起 吴明达还被查出 涉嫌网路赌博跟洗钱 法院认定他有逃亡 串贡灭阵之余 裁定积押警戒 是意外碰到的 纯粹是意外碰到的 1999年 吴明达持枪杀害 北联邦前帮主唐重生 曾经逃到大陆 在偷渡回台 结果遭围捕时 警方连开31枪 才逼他就范 本来被依杀人罪判 无奇徒刑 结果关了18年出狱 其实还在假释期间 开了土地开发公司 还兼做公益 双手核实 看似金盆洗手 假设恐怕也会跟着取消 东西云综合报道 还有最新消息 威政集团董事长吴明达 今年4月份被查出 花了500万元买凶 企图要枪杀青山公的主委 案件不只在今年被起诉之外 警方掌握了情资 说还涉及了洗钱案件 二度被逮 检方向法院申请羁押禁件 连线给记者张兆和 兆和 好 主播群一带来 掌握威政集团的董事长吴明达 在今年4月份 受采花了500万元买凶 企图要枪杀青山公的主委 之后不成 最后被依了预备杀人罪来起诉 在招保之后 没想到就在这个月4号的时候 检警又查到他涉嫌洗钱 立即是请了这些特勤小组的人员 你可以看到这个画面当中 他们是鹤枪实弹来到 吴明达淡水的驻扎去 由于怕说会有危险性 所以他们的枪支 都是上膛的情况之下 最后把吴明达给逮捕了 我们先来看一段 当时的逮捕画面 这次吴明达会被查出 是洗钱的关系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他在台北需要很多的地下赌场 而且他的点有非常多 他平均一个点 一个月的收入是300万元 因此这样算起来 他每个月的不法金流 至少有上千万 由于这些是不法金流 他没办法进到自己的账户 所以他开始用地下汇兑的方式来洗钱 他把钱从台湾洗到中国去 而且对上竟然是同棋团的副董事长 而这一名副董事长 竟然也是深背了五条通气的一名嫌犯 那至于现在未来这个金流 未来是要怎么样去查 也是检警的一个侦查的重点 至于吴明达的部分 在昨天检方也已经申请了羁押警戒 以上是我们掌握到的军警戏 把闲境头还给彭内卓博 来 站住 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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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夸子 变异行警看到要逮的目标出现 冲向前当场将车内的嫌犯 拖下车压制在地 另一头优势警力同样 鹤枪使弹来到黑帮据点打人 警方一口气逮捕多人 其中这名态度从容的男子 是大同区在地角头 也是威震IC协会的创办人吴明达 警方查出他是四月底 问华枪击案的幕后主持者 二十年前陈枪杀时任 北联帮主唐重生登上新闻版面 那是意外碰到的 纯粹是意外碰到的 当年案发后他逃到大陆 返台时遭到围捕 强压车行老板当人质 警方开三十一枪 打中他臀部小腿才就得 后来被依杀人罪判无期徒刑 关了十八年 六年前假释出狱 经营三温暖 并且从事土地开发 兼做爱心工艺 平时常po出做慈善的照片 警方指出他与万华青山公主委 兼在地黑帮团体 方明馆领袖黄清源 疑私有千万金钱就分 今年二月就曾花五百万买凶 要杀黄清源 当时枪手返回落跑 四月时再拍小弟去开气枪警告 小弟自行投案 说法避重就轻 警方追出背后内勤 在全台多地大动作搜索 还查获毒品 依杀人恐吓组织犯罪等六项 将十一人送办 台北地产署讯后 预令吴明达一百万元交保 除了否认犯案 吴明达强调自己 这几年都在做公益 怀疑有人想害他 这说法有待司法离清 另外遭到宣押的 梁信级两名流信嫌犯 经过台北地院漏页审理 都被收压警戒 但是信用社会中心 SNG小组在台北报道